陆军六军团关渡指挥部在18号下午传出了打靶意外 当时有一名中士官兵正在进行射击的时候 疑似是发生了唐炸 但是军方事后澄清 只是枪管断裂也没有人员受伤 不过事故发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根据了解经过检验 发现这个事故的枪支没有保修记录 详细的原因有待调查 手持轻量型手枪打靶射击 这支前年才采购的7拐5K3 却传出唐炸意外 事发地点就在基隆内幕山靶场 陆军关渡指挥部18号下午进行T拐5K3手枪的实弹打靶 而一名中士进行第三次射击时还未击发前 枪管后半部突然断裂 当时指挥官赶紧下令停止训练 也将手枪带回检验 后来也发现这支枪管没有保修记录 而军方也没有停止这款枪支的训练 其中一支7拐5K3手枪无法正常击发 目视为枪管底部断裂 即停止使用该枪支 无人员受伤 并非媒体报导所称唐炸情形 枪管底部爆裂吓坏所有人 不过军方立即澄清 只是枪管断裂 也幸好没有人受伤 7拐5K3手枪由军备局第205厂制造 全枪只有800公克 才轻量设计 供国内军陷阱及海巡单位使用 枪管断裂其实更让人起人争斗 就是说一把手枪或机枪的话 它射击发的时候 它可能会有一些疲劳或状况 那现在比较麻烦的就是说 它没有包装记录 那我们就要反问说 那它的其他记录有没有存档 都还没有厘清清楚 还没有停止这个实战射击 我觉得这个心脏也是很大 目前军方陈立专案小组调查 并由军备局带回鉴定分析 究竟为何会发生意外 都还要再进一步厘清 记得台北众后报道